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主公盲突了一下张忠华跟街道云 突张忠华是没问题的 不 说错了 不是街道云 是群赵云 出群赵云就是有点碰运气了 是吧 好 他的化身是不错 有一个愚笨 有一个张辽 进攻靠张辽 防守靠愚笨 是吧 我们看张忠华果然是个反贼 这样的话有张忠华再最好帮我们削一削作词 降低我们单挑的难度 但是我们麻烦的就是怕张忠华万一来削我们就不好玩了 好在他坐在左手旁边 好 这个赵云顺了周泰一下去步兵 因为他不确定周泰是忠实反 他这个顺十六八九是跳的反 是吧 然后周泰这个顺这个决斗盲打鸡辣桥那就不懂是啥意思了 只是说是不明觉厉 是吧 按道理是他忠诚的话可以搞张忠华 但是他也有可能怕给春哥开技了 毕竟春哥Bug武将 好 这一轮打完之后放了个万剑 然后左手肯定要画一下愚笨 亮了一个锦囊牌周泰都没有表示 我觉得周泰是忠诚的可能性比较的大 比较大 好 他这时候又没有选择这个奋机 还是保留两滴血 大乔美女被上面的壮男楼立了一番 是吧 七个逃过 好 那我们搞一搞周泰 这个装是很漂亮的 咱们表面上看咱们是在欺负忠诚 一烧忠诚两滴血 但是从实际上来说 这两滴血对周泰来说就是啥啥碎 是吧 用粤语来说 人家完全不在乎 有可能也还是激发他的破坛秀 是吧 好 春哥把我们削了 左手一昌线 这法阵也是反 这么一看 主中方的盲狙又悲剧了 是吧 我早就说过 你盲狙你就要承担风险 这个风险是一定要承担的 好 在这里拼无限 主攻借我们刀 靠了反这两个无限和中 这个周泰一个无限 是吧 咱们表示这个 我们坐在一旁 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只看见主攻跟反贼都为了我们这个内奸打无限 好 左手又化身了一个助量的空绳 这个是很犀利的 这个藤甲 那是用来恶心赵云的是吧 同时也用来恶心张春华 加上人家是八个武将周泰 你看你用火杀他藤甲 人家也只掉 也只加一个床 赵云最后才把张春华的这个春哥的这个古灵刀拿了 他如果先拿古灵刀 爆周泰的菊花 周泰还是一个 表示毫无压力 好 我们的这个剑打桥去乐春哥不乐这个鲁树 不知道怎么想 他就这么确定 我们会帮他打死鲁树 好 我们绞杀了一下 没有用这个蓝蛮 看这个鲁树怎么个换法 是吧 因为我们看着这个反击方都是三张牌 所以没必要花这个蓝蛮 因为我们连桃子都上顶上去了 不至于把鲁树已经换过了呀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九啊 这鲁树呀 还有这个蓝蛮路心咱都舍得用 所以只能忍痛把桃子顶了 但这回既然已经可以觉醒了 那鲁树就不用了 是吧 闪就比鲁树珍贵了 咱们有觉醒 那肯定摸了一个鲁树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看把左思把法阵搞了搞 我们作为内奸成为了反贼的优先级目标 一个是我们的位置不太好 是录在最外面的是吧 两个宗神都在里面 第二 唯一另外一个录在外面的 这个撞蓝周泰 这个比较屌 你看这一被爆菊花 被藤甲火杀 人家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这金枪不倒蓝 就是撞 是吧 有这样的蓝营在大桥上面 大桥也是很幸福的 好 也给我们打了一个无限 漂亮 我们因为没有被冰了 是吧 咱们没选择回血 选择摸牌 这也是够拼的 好 这一次打完之后 把蓝鹿鲁树甩下去 可惜还是没有打死鲁树 是吧 然后只能这个样子了 鲁树估计要撸光我们的牌 反正就应该是 杀一个伞 好 这一个拆大桥 周泰 四个窗 还是一蓝 玩的很嗨 是吧 鲁树再次一拆 周泰表示毫无压力 作为蓝营就要守卫下面的丝袜美女 好 这时候法阵跑去给左磁牌 这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可能想破功臣 还是想抢加一码 但左磁牌里就有杀 是吧 只能法阵抢加一码失败 好 左磁这一个俊形把鲁树给翻了 即使鲁树这次被打不死 也估计也是没法再玩了 毕竟他要转一轮 好 杖八春哥是比较狠 但是人家一个空城 你就没办法了 赵云继续来搞周泰 周泰被乐 一才添过 又给了春哥一刀 春哥进入了变身的超级赛亚人状态 传说中的医血 杖八春哥 但是一个被翻面 一个被乐不思蜀 反正方两个主力点都表示很强大 是吧 都被限制住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做看鲁树法 护耗面 我们就开始这个低调了 一轮 是吧 幸好鲁树被翻面了 这也是咱们低调的前提 我说过鲁树不死 你内奸想摸牌 弃牌过 那总是心里别了 你想说不定你存了一帮好牌 就被鲁大师给递猛走了 好 鲁大师手上牌一个名的五谷封灯 还有一个随机被这个峻型的 是吧 这个佐斯看来把这个五谷封灯给突袭过去了 这样的话又开了一个五谷 这个五谷感觉开的一般呢 当然可能他觉得张忠华和赵云都被乐了 他们选什么牌也是用不了的 所以可以放心的开一个五谷 这个过河拆条 估计春哥告别他的杖八了 告别了杖八 又被加一马一卡 这个被乐之后 他手上最好留一个武器 是吧 他留了一个五谷 看来他手上不一定有武器 没有武器的话 这个春哥十九八九是费了的 好 我给大条一下 却不灌了 毕竟一个反都没死 这个时候可是不能随便惯的 好 周泰 周泰 这个壮蓝也有怕的时候 这次被冲阵周泰可是没有发动他的这个奋机的 是吧 毕竟搞不起了 好 这个雷杀估计鲁术要送人头了吧 不是送人头 是戳戳 周泰杀的 总得留下血 是吧 哎呀 这一次铁锁玩完之后又是一次铁锁 主中方喜欢捆绑play 大条 反正杀不了 他就摸这个壮蓝周泰 这个爽一爽 是吧 好 我们这是没杀 悲剧咱们把两个淘 一个无限全部弃了 哎呀 这鲁锁 这个地盟神奇 给我们三十排 给春哥四个闪 我们来了两个诸葛连弩 加一个铁锁连环 春哥说一个神牌对吧 确实是神牌 我们是很有希望用这个连弩搞掉鲁锁的 好 我们的周泰 bug 武将又是彭加裸奔 被杀咒 除以一篮只加一个窗 这也真是太神奇了 这样的忠诚 那我们压力三大 但是他七个窗之后应该是比较脆弱的 我们待会 我们到了能控他的手 理论上是不会存在太多压力 哎呀 果然 春哥拿了我们四个闪 也一把拳气 而且附加弃了两个闪跟一个杀 真是悲剧 好 赵云倒是摸到了一个决斗 调戏了一下大乔美女 这个吴中森又被无限了 哎呀 那我们又可能连续收人头啊 这如果给一个鼠型杀就好了 我们待会是可以摸四张牌的 还有一个拳 也不过已经来了鼠型杀了 就不需要了 咦 咱们把这个贴索 这个鼠型杀是用贴索换来的吗 如果不是用贴索换来 刚才其实可以连上 是吧 好 我们这一个决斗 随便把大乔给戴飞 一个反贼 死了 这个一血的大乔就不需要留着了 实际上 当然戴飞也是对的 你别看法阵有长度 人家大乔有张牌 杀了死 是吧 必须要把大乔的最后一张底裤扒了 然后法阵才能解决大乔 结果法阵又悲剧了 实在是让人头疼的 大乔还是得我们亲自动手 我说我最好是反贼动手 去干掉忠诚 他内奸不辣嘲 看赵帅哥有没有长度 一个过河参晓 表示没有长度 是吧 甚至连面对藤甲都好办法 他可以用伞当顺我欠阳 你没发现这个泰哥已经怂了 他刚才还气了个伞 就用伞去冲 招态一下 有什么关系 是吧 这招态已经怂了 已经不敢发动他的奋机了 毕竟已经七个窗了 好 我们这个勒不住是勒不住的 人家有关心 是吧 咱们就乐着玩玩一下 好 现在我们开始控场偏向反对方了 毕竟鲁大师已倒 是吧 这个忠诚大乔的位置又不错 又有琉璃 可以对着这个藤甲的泰哥 不停的流 是吧 这很难搞死 咦 这关心 关了半天 结果自己乐没过 他也可能觉得无所谓 好 春哥这个觉醒 体力流失 我们的佐治化身的曹冲的人心是不行的 人心现在只能防止伤害 不能防止体力流失了 所以春哥很犀利的把借大乔带飞了 我记录到六人局 六人局里周泰七个窗 凉雪应该不会太硬 应该不会太硬 所以说我们先不要紧 再搞死一个反战 或者就是摸牌 七白锅 也我们乐了一个法阵 因为法阵有木楼码 还是怎么回事 不管人家有个不限手机 大家就不计较 好 看看理论上我觉得不该乐 这个反战就让他们进攻 是吧 毕竟周泰还活着呢 这个火攻 周泰太牛逼了 已经八个不屈了 好 这种闪电在 哦 怪不得 怪不得 这有闪电在 拉这个形式还是不用多说的 肯定是祖宗防御优势 这闪电一关 春哥铁定被批 批完之后 赵云也要死 好 我们这时候觉得就要保春哥一下 不能让春哥死 赵云死了就算了 春哥一定要保着 我们指望他来帮我们压佐词 结果春哥不能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为啥就你不救赵云 就指望你帮我们搞佐词 结果他跑去搞周泰 是吧 因为他搞周泰的好处就是这个人心无法挖动 这也是他的想法 拉无几位 搞死周泰之后 你总得帮我们搞佐词了吧 是吧 好 好 看这个佐词 这个花生还是很多的 咱们熟熟看 有诸葛亮 有曹聪 有张辽 还有这个蛮丑 可以说是攻守兼备 是吧 好 这个万箭齐发 咱们又把这个杀放了 借牢杀人留住了 看这个九杀春哥挂了 这回春哥已经 咱们还救了一个桃 结果白救了 是吧 我们想着春哥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不能死的这么早啊 我们还指望春哥帮我们去压这个周泰呢 结果这个桃被耗了之后 还好 把这没死了 否则的话 咱们有点不行了 是吧 周泰再给我们一个杀 我们只剩一个九了 刚才把这个桃给用了 结果周泰这个栏目入侵 赶紧搞一个无限格机 还无限了一下法阵 周泰如果是个杀 我们就只能挂了 还好周泰断杀了 冰凉存断 这几张牌还是不给力呀 法阵要不要跟我们玩一玩 哎呀 真的给法阵一下 哎呦 换来换句还是一个杀 还好是一个火杀 如果我们这一轮不死啊 我们下轮还是有自信的啊 好 看周泰 这一个杀中了没 没中 哎 法阵挂上藤甲 开了一个五谷 有桃子 给佐茨拿了一个桃子 然后顺了周泰拿着那个桃子 周泰已经不敢 哎 佐茨有桃子 周泰干嘛不敢奋机啊 周泰觉得这个佐茨桃子还是留着比较好 好 这一个恩怨 想手 佐茨手上还有桃 还有人心 这没那么容易死呀 这过河猜想 还好他又断杀了 他如果直接把两张牌当杀拍过去 我们就死了 是吧 但毕竟咱们虽然没闪 没酒 没桃 但这这一手牌就是威射 好 咱们活到那要动的时候 这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诸葛连弩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佐茨的这个装备扒光 他就没法翻过来了啊 周泰还不死呀 这已经几个窗了 这已经九个窗了 我那个去 好 我们绝对你的窗差不多了啊 这一个火杀下去 好 你周泰跟法阵同时带飞 是吧 啪的一架头飞了 哎 佐茨的那个桃子用了吗 感觉 没用 然后他想跟我们单挑 正好佐茨挂的是人心 不是这个称相 是吧 而且他要两轮都挂的是人心 咱们再来看看把他打死 再一个杀 死了没 看到一个桃子 果然他桃子留在手上了 再一个杀 又给他闪过了 哎呀 有俩瞎子呀 那咱这个冰凉春断还不一定冰得中啊 你要有关心啊 好 这个冰凉春断果然过了 但过了之后 这两张牌里不一定有保命牌 是吧 一定要有三九桃才可以 没有的话 就完蛋了 是吧 啪了一刀 终于把佐茨主攻击杀了啊 这话我们内奸的扣赏还是有点跌宕起伏的啊 这个佐茨的化身也屡屡给我们惊喜啊 最后啊 最后我们在这个祖宗内反的时候啊 忠诚已经是九个窗十个窗 是吧 反贼也已经奄奄一息啊 就佐茨主攻比较健康 我们趁着佐茨挂这个人心啊 没挂成像的时候 那打出了一波 成敦的伤害 直接奠定了胜局 好 看这第二场内奸在八后卫啊 主攻是谁 哎 我说吧 这回主攻都是有点非主流啊 袁绍虽然是主流主攻 但是却被很多人所唾弃啊 这种主攻经常选出来 大家很多人都不高兴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禁卡房很流行 但是在路人局玩禁卡房的时候实际上头非常大啊 因为主攻经常选袁绍来射一波 那这样的话这个游戏的乐趣确实是大姐 那不得不承认 是吧 好 这个主攻又开始射了啊 这不知道是不是禁卡局 咱们刚才没有 我忘记了啊 这个主角刷了卡没有 但我们有两口酒 是吧 咱给袁绍一张牌 自己留个伞啊 这是保命的牌 自己留着 其余的牌给袁绍 他只要有五张牌就肯定能射 是吧 好 看到这个射起来是射是中灵还是射是反灵 咱们再卖 桃子留着 给他一个梅花的一个牌 好 袁绍又射了两个黑桃 叮叮叮 桃子估计死不了 还是翻面啊 佳徐 这个黑桃不怕啊 这个左直还有这个无蟹 咦 袁绍给我们打了一个无蟹啊 不想我们再卖了 袁绍十七八九是反呢啊 这这华佗来了一个九杀往下看 华佗就是中了 是吧 好 看这个桃子倒下是中是反 一看便知啊 是个中啊 剩下的四个就全是反啊 这个桃子果然啊 说十个大嘴 九个傻啊 这就是没办法 袁绍主攻 一旦选出来啊 你这个忠诚 换奖卡啊 或者是进卡局换不到那个选不到比较硬朗的啊 或者是补牌的啊 就这把的游戏性啊 基本上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 这套游戏就就只能啊 要么被先射死啊 要么就看袁绍表演 要么是你先射死中 袁绍裸奔被反折给努力 是吧 好 这两个忠诚一死啊 咱们唯一的一个忠啊 唯一一个类啊 大家都明白了 因为我们给主攻补过牌的啊 装也装不了 好了 是吧 好 现在了 这不是保育牌 都往主攻上塞啊 反正你主攻再射吧 虽然两个忠诚死了啊 这样换句话说 主攻是没有裸奔的危险了啊 现在庞德这个人王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吧 主持这个藤甲是有意义 好 那既然藤甲有意义了 咱们送你一城啊 把你的藤甲啊 让你藤甲让你掉两血 同时我们拿了一个神奇的八卦阵 有咱们的八卦阵 那主攻随便射呀 你别放蓝蛮啊 你把蓝蛮凑一个黑桃放万剑 那多好 是吧 好 我们把决斗 留着了 又是一个外界 那看来袁绍先只想搞死庞德跟袁树了啊 主持跟这个这个假许 咱们看看再说 有八卦阵的国家 那是超级国家啊 我以前说过国家带八卦阵 那这个威力比一般人带八卦阵要高得多啊 人家有天度 是吧 你看这这这这一下子又度了一个桃子啊 袁绍继续放 估计是庞德挂了 是吧 让他挂了咱们还有八卦 再一个天度 一个9 哎 那现在可以卖了 这么多保命牌 为何不卖一个你袁绍这么多牌 咱已经给不起了啊 不能再给袁绍了啊 同时又加许的存在 袁绍的首牌上线加二 佐治化身的是无果啊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啊 加许挂了一个这个红闪电啊 指望佐治来一个判官 佐治没有来 这个过河菜阳 拆掉咱们的八卦 咦 他觉得先杀这个袁绍是吧 你杀的死吗 这个制衡 这个藤甲 好 我们觉得藤甲应该给你扒掉了吧 是吧 好 我看看 这个把速度加快了一下 看看怎么个死法 那只能顺藤甲了 咱没有 这个飞鼠一杀 是吧 输完藤甲之后 一个蓝蛮 一个一个杀 佐治就应该飞了 是吧 登登登 佐治倒下了 好了 咱们画一个红决斗啊 朝这个加许拍过去啊 咱们没杀有杖妈呀 是吧 两个藤甲当杀 我觉得藤甲好东西啊 没必要用藤甲当杀呀 是吧 这可以把哦 当然看这个牌用为只剩两个桃子了 那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这个什么再好的东西也比不过咱们的桃子 是吧 咱们一张牌都没浪费啊 应该用的是对的 好了 这样的话 看主公那这个是放剑和我们的这个摸� 买了 哎 主公居然不放 刮起来了 这这公看来对自己的手牌没信心呢 这个蓝蛮也不放啊 是吧 他他要是一直放下去的话 咱们闪几桃也不一定有那么多呀 好 这一下卖了一个决斗 一个杀 搞不搞啊 咱们怕决斗不赢啊 人家又这个这个木榴马又有杖八 哎呀 这两桃吃的酸啊 吃的爽啊 好 两个杀该可以决斗了吧 可惜被我无限了 好 这样我们单挑的话 袁绍他有装备啊 但是他就被我们威慑住了啊 同时他有个木榴马啊 这也是挺头疼的 木榴马啊 这也是挺 是打这种被动卖学武将的神器啊 哎呀 这个顺手牵羊顺了我们的简一马啊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没有距离了吧啊 他还没有加一马 那还是好事 赶紧把它冰住啊 先把木榴马拆了 赶紧把它冰住啊 然后这一杀一伞 排不一出 不进攻咱们也玩这套啊 其实打八卦也不一定打得动 好 现在看我们单挑 理论上按单挑能力咱郭家是不输于袁绍的啊 但是人家已经加了一个上限啊 这个三血郭家打五血袁绍就不那么容易了 好 他开始来了 还好咱的比较多 是吧 又有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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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啊 一张不多 挡住了这次的进攻啊 那下次估计还要囤个几轮 是吧 这一轮囤了一下 咱们反正牌一出了 不杀白不杀 杀了也白杀啊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八卦 怎么时候搞到自己手上来 哎呀 来了 那这一下子我们回到了满血 同时带上了八卦 袁绍就傻眼了 哎呦 结果屁股还没有 还没有物乐啊 八卦就被干掉了 更可惜啊 好 袁绍又来了寒命剑啊 咱们又陷入了烈死 赶紧把它乐住啊 咱们居然不乐啊 就觉得可能这次有伞 是吧 那下次 没闪了 你得乐了吧 赶紧拆拆拆拆拆拆拆了 哎 拆了寒命剑 咱们就觉得不乐了 是吧 可能觉得袁绍反正这个这个手上的手牌又不多 哎呀 结果被骄住人呢 哎 还好咱们天度一个红桃 还天度一个桃子 哎 这回运气终于站到了我们这边 咱既然没闪 这个加一马就不挂了啊 好 再一个杀 好 看样子袁绍已经快死了 咱们立刻帮过来了 是吧 这个顺手切羊 加一马搞了 袁绍又来了一个八卦阵 真是跌宕起步啊 再次顺手 我们终于被我们 啊 say no了 是吧 这个不约不约 不要老摸 我们按 好 这个神装的这个袁绍 咱们一个决斗 一个乐不思索 看看哎 这个他被乐了 他已经没有血液了 是吧 已经没有群雄角色在场了 两个诸葛连弩都到我们手上了 这个袁绍又学又回上去了啊 咱们八卦这个过个拆角囤了一轮啊 这个叫 也为啥要囤一轮 难道不是拆八卦吗 这还需要这个考虑吗 是吧 那是囤了一轮啊 这一杀的话 哎 好 这个又卖了一个五中生友 来了啊 又过拆 又顺我欠羊 哎呀 这就爽了 八卦又归我们了 又成了超级佳了啊 面对超级佳 袁绍最好是弃杀 是吧 这时候郭佳带八卦相当于是一血卖四张牌的啊 这时候最初杀绝对是大大的复仇意啊 终于我们的运气 顶住了啊 把袁绍主攻消掉了 这把八卦国家的发挥还是很神奇的啊 看看袁绍最后的手牌两个杀啊 悲剧啊 面对着我们八卦国家有再多的杀 即使你有诸葛连鲁估计也是很难取得胜利的 好 看这场又是一个八卦位的内剑啊 这把的剧情是如何呢 应该就是最后一场了 是吧 内剑都是比较长局的 放三把就够看了啊 好 使主攻变成了顺奔啊 变成一个比较主流的主攻 这种主攻啊 如果我们选中会邓爱类啊 还是可以说是呃 道路应该是比较平缓的啊 如果我们选这种王鸡脆皮类 回合外无防御的三血脆皮类 那绝对是压力很大的啊 我说过 因为这个主攻不招打啊 你进入了主类啊 反反呢 或者是祖宗呃 祖宗内反反啊 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内奸啊 会悠闲遭到打击啊 如果位置不好的话 好 周泰气黑傻 应该是跳中啊 再还有个神律孔续念 看透你的底裤 然后应该跳了一个反贼啊 开始搞这个黄盖啊 顺手千阳 这一块雷沙啊 蔡文姬没有杯歌 也应该是跳了一个反啊 好 还有一个美女夏侯氏 寂寞呀 要开始顺董卓 董卓旁边有夏侯氏美女 还是很幸福的 是吧 当然是互相伤害啊 如果是是敌人的话 好 这个杀也跟着啊 借礼盟 杀这个黄盖啊 也应该跳了一个反 但他肯定是手抖了 他没有给神 神礼盟补牌 是吧 因为他刚才已经重铸了N个杀 结果却没有补牌 好 这里反贼们全部把借黄盖啊 当成这个这个反贼 是吧 借黄盖表示我多无辜啊 他是没跳身份的 反贼打他 也就是什么意思 虾搞啊 好 现在已经看到三个反贼啊 咱们倒是跳了一个钟 这一次声东击西啊 玩得很嗨啊 诶 我们可以装一个刀目楼吗 这样就不用弃牌了啊 这个白白的弃了一个杀 多可惜啊 好 这个主攻搞了一下夏侯氏 下掉了美女的长度 是吧 这个周泰 跳了一个钟 好 看这个借黄盖跟董卓 谁是钟 谁是反啊 好 蔡文姬开始杯歌了 我们黄盖要行动啦 这个借刀杀人 哎呦 黄盖是反 你看这反贼又激动了 不过在可以理解 顺盖主攻啊 反贼那就是不盲军不舒服司机 是吧 毕竟这个顺盖不敢打 而且看着哪个脆皮的一个武将一有当中的可能 那所有的反贼都是纯纯一动 好 你看我说过啊 在一开始在这种主攻下 又跳了一个这样的忠诚 你看这两个忠诚 都是啊 这个肥的要死的 是吧 那我们作为一个脆皮内奸 位置又不是太好 当然位置也不是太差 但是人家的长度都很差啊 我们只能优先遭受打击了啊 咱们顺益 已经被打成一血了 好 这个互相伤害来了 想要是吧 董卓一个绞杀 杀到了这个这个呃 五十八上线五血 一旦董卓碰见了夏 蔡文基啊 那简直腎上陷入暴涨 哎呀 这样的话 蔡文基吃了 董卓就不用崩坏啊 同时也不用遭受夏侯美女的肉灵了 哎呀 这个神里蒙一个桃子白费了 是吧 好 蔡文基终于倒下了 那我们现在要考虑到我们怎么回血啊 咱们现在没桃子 是吧 好 这个把董卓的加一码扒了 那意思是咱们如果有杀就打董卓啊 就为了制衡 为了回血呢 咱只能牺牲你这个董卓了 是吧 何况你反正血多啊 咱不搞你搞谁呢 好 七了牌一个禁区 同时三招牌 是吧 跟夏侯士 搞一个桥石啊 非常嗨 我们一直没搞到桃 结果桥石来了一个桃啊 还是比较爽的 同时这里祖公看见了神里蒙 比我们扎打啊 虽然咱们内奸只有医血了 那祖公还是决定先搞神里蒙啊 好 这样的话 黄盖也应该不要先搞我们了吧 哎 来了一个寒命剑啊 终于不搞我们了 开始搞笨了啊 好 但是他寒命剑吃黑傻 也想搞我们也搞不到了啊 好 我们希望神里蒙轻拍 是吧 神里蒙不要看我们的底裤 你要看去 去看别人的啊 好 这两个人拼了一个无限 神里蒙应该会拿桃子吧 拿南门鲁青啊 这样的话 桃子就是夏侯士的啊 这个董卓拿伞啊 估计不拿伞不拿酒啊 好 南门鲁青会放摸 一眼看到你的心是幸亏没有来看我们啊 拿南门鲁他气掉啊 可能是怕祖宗方拿到南门鲁青吧 好 夏侯士也是悲剧啊 没有杀啊 董卓被乐了 那我们怎么搞的 有一个桃子 虽然是松了一口气 但我们还插一个桃子 把周泰扒了一下 过河拆桥 让周泰去 补补牌 是吧 反正你周泰也这么多血呢 不搞白不搞啊 咱们人铁锁连环 过河拆桥 继续拆董博啊 继续让周泰补牌啊 看我们控忠诚是控的比较狠的啊 一 我们现在这个只能打到董博忠诚可以刷到桃子 哎 桃子刷到了啊 这是我们的目的 二 反正你忠诚比较屌 是吧 你这个又有周泰啊 又又有董博啊 你忠诚也该动一动了啊 好 结果这样搞的这个后果就是主攻盯上我们了 还好他没顺我们的八卦 所以我们祝国连辱啊 归记手上的杀比较多啊 看我们的八卦也比较神 认识能让他对我们造成伤害 周泰来了一个九杀 哎 九杀黄盖漂亮啊 连续追杀 把黄盖打成医学 再一个支霸 董卓估计已经挂了啊 这个董卓说 别动我 让我秒了王姬啊 反正会理你吧 直接把你搞了 你就一滴血还不搞你 难道还留你秒谁 你现在已经没有酒池了 是吧 你的黑桃已经不能当酒喝了啊 这个黄盖这个杀医学也不敢玩了 哎 还决定玩一下 夏娃士表示 我有桃 杰有桃 别怕啊 好 最后这个木楼马又跑到反贼手里了 这样的话 董卓死了之后啊 我们得专心的加入主动方打反贼了啊 你看这水里蒙呢 收益是非常的高的啊 好 那个过河拆桥 他有长度吗 没有的话 他可以传夏娃士啊 没有长度 全是杀伞 夏娃士有诸葛连鲁 估计种多是挂了啊 再挂的话 我们进入欢乐3v3啊 同时我们暴露在反贼的最前端呢 我那个去 周泰暴露在另外一端 他不要紧啊 那这个壮蓝有多强 我们上把已经见过了 好 在铁锁连环 我们要借主公杀黄盖 可惜被黄盖给无限了 那就没办法了啊 全决定干脆 这个顺着千仰留着啊 不搞了啊 给对向主公试着好 如果再顺主公 有可能主公会比较生气啊 好 这个主公有减一码啊 然后同时手上又亮了一个减一码 是吧 长度还是不够啊 一个减一码 那够人家黄盖有加一码啊 好 这个无中生油 要看牌摸 这肯定是手抖了 或者是攻心忘记了 我玩水里蒙有时候一不小心也会忘记攻心啊 好 哎呀 碧梁春断呢 很啊 这这这这 赶金一回过啊 视频招一幕还好 这个碧梁没成功 那咱们把这个减一码给 哎 我们是杀了一下这个孙本啊 然后刷了刷牌 然后把这个啊 这个夏侯士的加一码给搞掉 这样两个顺就多顺夏侯士不用去顺主公了啊 哎呀 这个乐不吃素还没扒掉了夏侯士的一个桃子啊 那我们还是非常的神奇的啊 好 这个主公这一个江东小王九杀没有成功啊 周泰 闪电他反正也是不怕的 哎 你看过来啊 闪电 把他批了也只加一个窗啊 断杀了周泰 再支吧 主公一个伞我觉得没必要 你手牌又不易出 你现在是死的 三 三上线手牌 一个伞给主公有毛用 主公又不用伞 一远看透你的心事 咱们的心事没有红桃啊 你要看去看别人去啊 这个五谷丰登 他拿了一个火弓看样子要干坏事啊 要干坏事 最好不要火弓我们啊 如果真的火弓我们了 我们给了一个黑桃 哎 还给的非常漂亮 是吧 我们刚才可能看着他拿着牌的 哎呀 这个九杀伤啊 惨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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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啊 咱有桃子 这一次把你换手扒了 这太狠了 好 这时候铁锁连环咱还可以制衡一下 哎呀 这 这 咱们过牌量大就是好啊 刚才在医学的情况下也搞了桃子回来了啊 这时候扒了一下孙奔 让周泰跟他玩一玩 周泰又靠了一个桃子 他们慢慢入侵甩过去 又拿了一个无中生友 这无中生友开的话还要去扒人摸 再扒一下孙奔 其实不扒也可以啊 已经武其制了 是不会有牌溢出的啊 好 这杀了一下周泰 把这个持有放弧剑搞了 同时手上四张牌啊 结果四张牌也泪花花的 看着夏侯士 夏侯士不给面子啊 真是让人伤心 好 再有三维三的时候咱们已经开始先控祖宫放了啊 因为觉得祖宫的牌已经非常脱了啊 是吧 这个想法完全是可以的 结果没想到 除了意外了啊 除了意外了 周泰关键的时候不给力啊 直接是让祖宫弃光 但好在反贼也不给力了 是吧 反正连倒两个进入独类反啊 祖宫也得到战功 荡无虚发啊 现在夏侯士只有一血 很容易我们就可以跟两血孙奔进入单挑了 单挑的话 没觉醒的孙奔 咱们王姬肯定是不怕的啊 所以搞死夏侯士 胜利就在眼前啊 咱们决定先 腿轮啊 这为啥要腿轮 你决斗搞夏侯士啊 我说过你现在单挑不怕孙奔呢 你还要这个搞的夜长梦多 万一夏侯士跟孙奔想不通两个人一起打理了 怎么办 你真的扛了猪 好 还好夏侯士再继续搞孙奔啊 也幸贵他虎虎没命中 他虎虎要命中了 那我们才是惨了啊 这是因为我们一定要保着祖宫不死啊 这样的话呢 祖宫肯定是觉醒了呀 我们就悲剧了呀 好 我们现在搞了一下夏侯士 夏侯士回到了两血 祖宫被哎呦被闪天劈了 那就没办法了 那这个桃子肯定得保孙奔啊 夏侯士也要搞祖宫了 是吧 赶军一回顾 这一个杀 别闹着不救 哎呦我们这心够狠啊 这胆子够大呀 是吧 赌了就是祖宫能够保命啊 好 他现在要搞死夏侯士这个决斗的话 他是可以哎 他跟我们对拍 但咱们正好来了一个杀啊 也是神奇啊 这一口就进入了单挑哎呦我们还没出过杀啊 在最后的时刻又来了一个雷杀 这运气是相当的好啊 这也是取决于我们上次的一个心狠 让祖宫把最后一口酒给耗掉了 实际上如果没有好点 祖宫再活一轮的话啊 给我们一个满血跟祖宫的一个医学的一个 一个觉醒祖宫单挑 如果运气好的话也是搞得死的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堵成了 那就赢得更加轻松了 好 今天的三把内奸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曹操 刘备 争夺 汉中这块地方的战斗啊 这个前面铺垫了半天啊 终于来上这个正题了啊 这场争夺战是怎么打 里面涉及到这场战争的人非常多啊 蜀国方面就有好几个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黄宗 定军山长夏侯渊 是吧 然后还有这位法政啊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刘老板 刘备了 魏国那边呢 自然就是夏侯渊啊 张和啊 徐晃啊 甚至还有曹洪 曹修的加入啊 好 我们这个介绍啊 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吧 首先这个曹操占据了汉中之后啊 就拼命的想把汉中的人口往这个关中迁移啊 这有的人 据此觉得曹操没有这个在汉中长留的想法 是吧 只想在汉中占据足够的时间啊 用这段时间把里面的居民都牵住去 在这段迁移的过程中呢 还搞得比较嚣张啊 那个张和一直啊 这个跑到这个巴西啊 当然这个巴西不是现在的那个南北的那个巴西 是吧 而是在这个巴郡的西边有个巴西郡 把张飞就号称是巴西太守啊 这个在那个张和的游击部队也到了巴西 把巴郡啊 巴西郡啊 这些的人民也往汉中那边迁啊 当然迁到汉中之后再往长安那边迁了啊 然后这时候张飞在这时候作为巴西太守勇敢的站了出来啊 在这个荡局线打败了张和 是吧 那个这个稳定了巴西郡的人民 这个战斗应该是这个蜀国这边龙墨重彩的一笔了啊 因为这场盛战之后就剩下的 在刘备方面来说就没有那么啊 好看了啊 就是一场焦头烂额的战斗了 是吧 在217年左右啊 刘备听从法政的建议开始大举进攻杨平关啊 在同时他派这个张飞 马超 吴兰 雷同 任奎这几个人 屯在下边线啊 下边线是五都郡的一个一个线 屯在这里是干什么呢 据我猜测啊 因为这个陈昌道 这是当时讲 在坎诸葛亮北伐的时候介绍过啊 这个陈昌道 就从阳平关到这个陈昌 这个就是宝鸡市这一块的一个路线 是吧 应该这个下边线离陈昌道比较近啊 有可能就是想骚扰啊 使得这个卫国不能从这个陈昌道 从关中给阳平关带来支援 是吧 所以他囤在这个地方 那里囤在这里还得了 这属于传说中的战略要地 是吧 曹操立刻就派曹洪跟曹修来这里堆张飞 马超 他们啊 同时 曹洪是老大 曹修是个辅助 但是曹操交代曹洪 这一次要让曹修当主星骨 是吧 所以说曹洪就主要把这个任务啊 这个很多决定都让曹修去做 这也是曹修第一次怒练 而且非常的辉煌啊 因为这个战斗是他们打赢了啊 在218年3月 曹洪曹修散杀了乌兰雷同和任奎啊 张飞跟马超只能尴尬的撤退了 是吧 所以曹修的出场还是很闪亮的啊 只不过后面晚节不保了啊 我看嘲笑的时候说到过 这是第一个刘备悲剧的地方 第二个悲剧的地方是这条紫线叫马明格道 是吧 马明格道的这一端啊 这一端是那个加盟关啊 上面那一端是白水关啊 这个马明格道 这是啊 这个刘备派城市啊 在这里把马明格道的这个这个卫军赶走啊 结果被徐晃打败了 是吧 这个让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啊 大家一看这个马明格道是夹在这个成都平原和汉中平原的中间啊 如果刘备这样进军的话 相关于他后方不稳呢 那后来我想想可能刘备是从另外一条道路啊 从成都进攻汉中的啊 这一条绿色的线叫做传统中的米仓道啊 正好要经过张飞统治的巴西郡啊 那个从巴郡 这边那个到这边的南郑市是吧 虽然南郑市还在朝卫的手里 他可能沿着这条道 然后再拐一拐就可以到阳平关了 是吧 我觉得刘备走的估计是米仓道啊 所以不管这个马明道并不在刘备的这个补给线上面啊 这样的话 否则你这个徐晃把这里一切刘备还怎么玩 是吧 所以估计是这么个回事 那总体来说刘备除了在这个215年的时候刘逼了一把啊 然后在217年的时候在下边线跟马明格道啊 这个都是被 曹军吊打 是吧 好 那这个刘备在阳平关呢 是怎么样呢 阳平关的这个首将是夏侯渊 张和啊 张和囤在附近的一个广石啊 夏侯渊亲自在阳平关 刘备跟那个在7月份的时候大力进攻 张和囤兵的广石攻了好久 认识攻克不下 所以刘备认识受不了了 开始找诸葛亮要援军了啊 诸葛亮得到刘备要援军的消息 就去咨询了一下暑地的大佬杨洪啊 这是本地人 是吧 杨洪表态了 绝对是 要夺下汉中啊 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 这种嗯啊 这个表态 我在砍刘表的时候砍了砍过 是吧 作为一个军阀一定要得到当地人的大力支持才能行动 诸葛亮去咨询杨洪并不是因为诸葛亮不知道汉中的重要性 诸葛亮是需要得到杨洪这样的鼠地大佬的那个正面表态 他才敢拼命的让人那个人力物力往这个前乡前线啊 那个战上调啊 像当年关羽在凡城之战水淹于尽七军之后 想扩大战国 继续攻打这个朝人的凡城 那就是把荆州的人力物力拼命的往前面掉啊 弥方啊 副使人都告他这个这个比较头疼啊 这个这个比较有困难 结果冠宇很生气 还大骂了弥方和副使人啊 这是为什么吕蒙后来偷袭冠宇的时候 这个吕蒙进荆州就相当于解放军进城一样 荆州的老百姓都对吕蒙没有太大的反感 就是因为冠宇逼他们逼得太狠了 而他们荆州那帮人都不愿意啊 这个牺牲很多人力物力来支持冠宇的北伐 而相反 在这里争汉中的时候 益州人民啊 在杨红的表态下 那是全力支持刘备的 是吧 刘备显然是得到了汉中那个大大力的支援 他让这个益州的兵 兵力从益州再出发 也来到了杨平关 我猜啊 在益州的阻力出发之后 徐晃估计在后面 在马明格道里面就没法再呆了啊 估计徐晃 徐晃也也只能撤到杨平关跟张和他们会合了啊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 这是 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很可能的啊 因为徐晃除了在这个打过城市之外 后面他在汉中战场上干了啥事就不知道了 是吧 估计是干了这场之后 因为益州的大军来了 他只能往后面撤了啊 好 在这里刘备得到大力支援之后呢 那就在这个杨平关跟夏浩渊开始正式的交战了 然后呢 据说啊 在2119年正月的时候 刘备想了一个主意 就是渡过了汉水 汉水就是这条南线了 然后跑到这里的定军山啊 然后因为定军山是个战略要地 所以刘备一来 夏浩渊也只能在这个不利的地形下来进攻刘备 大家可以可以看见这是这座山啊 定军山镇在这里啊 那我为什么觉得定军山是这块山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藏在定军山下面的啊 这里就有个五猴木 大家看见了 是吧 所以定军山既然是个山 那估计是这个五猴木上面的这块山啊 然后刘备就居高临下 打败了 夏浩渊 并且黄宗把夏浩渊给震斩了 这个 这点呢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啊 既然有这么绝好的一个战略要地 夏浩渊不去占据 为什么刘备要在这里跟夏浩渊耗了一连 才发现这个机会呢 这个案道理不是什么啊 这个这个秘密啊 那为什么要一连才能想到呢 我后来的理解啊 觉得因为刘备得到了后方的大力别援军支援 所以在前方掐这一连的过程中 夏浩渊是越来越觉得压力大了啊 本来定军山这种要地 应该是在 夏浩渊的掌握下的啊 只不过在杨平关的压力太大 可能夏浩渊就把定军山附近的一些守军就撤到前线来了啊 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了 于是刘备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定军山给占了啊 所以这一战机会就来了啊 夏浩渊认识要在这块不利的地形跟刘备打一仗啊 被刘备居高临下啊 成高把夏浩渊给斩杀了 这一斩杀理论上来说 主帅郑王对士气打击是非常大的 但是卫军却并没有乱啊 卫军马上在团结在张河 河的身后啊 重新守住了杨平关啊 并且郭怀知道刘备要过河进攻 是吧 别人都说应该不让刘备过河啊 郭怀说那这样的话这显得我们胆小 就让他过来 我们再守在河后面一点 让等着半渡而击啊 这样的话表示咱们所卫军战斗力虽然死了 夏浩渊战斗力依然还在啊 所以刘备一看郭怀这个架势啊 就很不敢过汉水河进攻了 所以我们说啊 定军山长了夏浩渊 比较刘逼啊 大使对卫国的士气是一个打击 对蜀国的士气是一个提高 但实际上从战略上面来看的话啊 这个刘备长了夏浩渊 依然没有拉下杨平关 还在张河跟郭怀的手里 是吧 后面曹操的援军就来了啊 曹操是走了这个黄线 这个黄线以前我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讲过这个保邪道 是吧 从邪谷进军 汉中 曹操一来之后 刘备没有跟曹操怎么掐 在蜀汉方面的资料上来说是刘备是这个防守把曹操给耗走了 在卫国方面的这个资料来说 曹操来的目的不是来抢汉中 就来接应张河啊 这个郭怀啊 这帮人给撤出去的 是吧 在撤出去之后 汉中就归了刘备 但是汉中的人口已经被曹操七七八八的 签的差不多了 所以有句话说 刘备是得其帝 不得其名啊 好 今天先砍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接着砍